重生回到末世前十天 存亿万吨鲜肉 我的丧尸小弟竟然被异能者欺负了 看来我该出去转转 让他们看看谁才是老大了 我带着丧尸小弟们来到街道上 身后跟着数千名小弟 他们怒吼着 已经形成了规模不小的失潮了 街边上的变异兽都被吓得四处逃窜 全军出击 此时监狱内有五个人把守着 为首的那位正在丧尸头颅内捣鼓着什么 只见他拿出了一个很小的鲸盒 一口吃下 他就是鸡肉男口中的火系异能者张小凡 在这个阶段拥有一能的人可不多 张小凡每天都会击杀一只高阶丧尸 并吸收他的鲸盒 虽然不大 但是数量多啊 我还得猎杀更多的狮王 不断的计划 那样我就是末日王者的主角了 突然一个小弟慌张的跑了过来 张哥不好啊 基地附近出现了一大批狮草 张小凡面色平静 既然有狮草的话 那肯定有狮王引导 又有金河送上门了 大家伙和我一起上 数量还挺多的吗 兄弟们直接开火 嘿嘿 这么弱的丧尸也敢来我这里 话音刚落 三发弓箭就刺穿了三名守卫 什么丧尸竟然会用弓箭 不对啊 那只不是被我打跑的鸡肉男吗 这家伙竟然还会记仇 大哥你看后方的那丧尸竟然在笑 不好 大家赶紧撤 躲到安全屋里面去 在监狱内部 张小凡等人纷纷跑到了安全屋内 安全屋全是用合金打造 周边还有尖刺 丧尸根本打不破 这群丧尸太凶了 是啊 他们和以前的狮草不同 竟然还会使用武器 太诡异了 这群怪物进化的太快了 而我已经带着三名小弟走了过来 鸡肉男上前挥舞拳头疯狂的砸向安全屋 但安全屋却纹丝不动 哼 傻大哥 进不来吧 来咬我啊 对啊 你们不是厉害吗 我就这样和你们说吧 就算是导弹都炸不开 我这安全屋 突然间外面安静了下来 咦 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那么安静呢 有古怪 大家小心点 突然的安静 让气氛变得紧张了起来 下一秒 我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 动人大惊失色 什么情况 他啥时候进来的 他们下意识就要向我开火 可是我已经发动了失望领域 巨大的压迫感 瞬间将几名小弟压倒在地 而张小凡身为觉醒者 勉强抵抗住了 他在巨大的压力面前 双手自动燃起火焰 瞬间朝我袭来 我投让一拳 迎接上去 就这么嘎了 没意思 太没意思了 看来觉醒者也不怎么样吗